今年首三季本港楼市再復常通关 加息等利好利淡消息交战下 一手成交量约8300伙按年商约 展望第四季市况 业内人士估计将有遇曼火新盘部署推售 北部都汇区及启德区成为两大焦点 上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转口风 表示现时楼市与引入辣焦时不同 此有意减辣 市场观望特首于10月底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会否有提振经济或楼市减辣措施 若有新措施 加上高财通等人财政策推动住屋需求 廖章城楼市支撑点 新盘细章增双出击 其中天水为轻铁天荣站Youthwest 及启德启德海湾均预告部署10月出击 由于息口未明朗 业内人士相信新盘供应多的地区 持货重的发展商依然会采取低开货如轮转销售策略 作为第四季新盘供应重点之一 北部都汇区 至少有三个新盘合共预3000伙推出 当中新地旗下天水为 轻铁天荣站Youthwest刚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 计划10月推售 提供1393伙 同系元朗站WHO Hub时期 亦有望季内推售 提供939伙 另外信致火加画 中国海外合作港铁锦上路站 帕龙三有机会贵内推售 提供680伙 另一个重点供应区为启德区 至少四个新盘共预4000伙排队登场 打头阵为加画火拍会得封地产 及中国海外合作的启德海湾 提供2138伙 分两期发展 第一期共有1017伙 部署10月推售 涵盖一房至三房 其中一房占整期38% 面积280方尺起 两房及两房联储密室占55% 面积480方尺起 而三房及特色单位占7% 面积580方尺起 此外 贵内有机会推售的新盘 还包括中国海外旗下 维港双转 共702伙 新地旗下 位于前跑道区的天晒 海第一旗 共有256伙 主打大单位 面积约1100方尺至2200方尺的四房标准户型 占整体预70% 另设23伙特色单位 最大面积于4600方尺 335伙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港澳 布笑明表示 第四季市场最关心施政报告 会否有提振经济或楼市减纳措施 如果有新措施 新盘会增相出击 成交量会达5000宗 其中焦点新盘包括 启得海湾及天水维扬 由于大型新盘要引起市场关注 如果有减纳措施 料开价低开5%至12%有成接力 否则要采取低开1至2成的销售策略 楼价走势方面 他估计 如果有减纳措施 第四季楼价会回稳 全年零升幅 否则第四季楼价会再跌3% 全年楼价跌3%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 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 如果10月新一份施政报告 会有减纳措施 发展商一定空群移出推售新盘 料10月一手成交量有望回升至1500宗 楼价亦可能会止跌回升2% 不过 由于有不少大型新盘部署推售 为求去货 发展商会继续低开级客 普进集团发表 2023年第三季香港地产市场分析报告指 由于美国联储局有机会继续加息 楼市有可能进一步调节 预计本港第四季楼价将下调5% 若10月底特首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减纳 以及针对发展商新盘推售量及定价方向的措施出台 有机会提振市场信心及速进楼市的流动性 报告亦指 现时部分发展商已接近成本价水平推售楼盘 反映他们对后市未敢乐观 加上准买家预期楼价调整仍会持续 发展商亦无法一如以往于高日价下推售期下项目 因此发展商近期已贴近市价水平推售新盘 并将导致二手市场持续受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